郭女士此言一出 语经四作 二十多年的夫妻 郭女士连续用了几个词来形容丈夫胡先生 没指望 不承担一魂求 这样的评价源自于婚姻生活中的哪些事例 郭女士一一到来 那天晚上我到底洗脚没洗脚 他仓家把我从床给拽下去了 跟我说你没洗脚 那天晚上我也生气 结果穿上去之后我就走了 我走在大街上 我走一大街 喝一碗一几分我上场 把他们出去劝我 说你说孩子刚几个月 说孩子要真有病了 着急的是你 我一想也是在那待了一会儿 后来我自己挂挂挂就回去了 那怎么着 结果 来不着急 让他说一这个事 胡先生 是这样情况 后来我找去了 找他们同学家 真在那儿呢 他说那个孩子的尿布 放了两个小时 你就看着 你不会去动手的 这个我真不太清楚 这那天确实他生气了 上了同学 那就真的 没洗脚 确实我可以摔下来了 孩子发烧 发烧 我说晚上十点多 卢给大夫打电话 我说你等会儿 我让他带着孩子去看 他当时他又跟我说 他说怎么着 白天干什么着 你晚上发烧 后来我说得了 我带着孩子 我提自己的大孩子 看去吧 结果他感觉憋不住了 然后最后 他带着孩子看去了 当时带孩子去看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状态 反正一个人不高兴 他一不想干的事情 结果跟你发脾气 孩子是晚上发烧的 你说你白天干嘛去了 晚上生病 要么袖手旁观 要么逃避责任 摊上这样一个丈夫 郭女士不止一次 想到过要离开 而这一次 她终于下了决心 引起我最后下决心的 还是因为那个老人 17年的年底 我们老婆婆去世了 去世以后 我就剩下老爷子了 郭女士的丈夫 胡先生有兄弟三人 而80多岁的老父亲 在老家没人照顾 郭女士提议 将老人接到家里来 可是作为亲儿子的胡先生 却似乎没有这份热情 我们小时候都同意 我们大哥不同意 胡先生是什么态度 他不同意 我觉得行 我没说不同意 最后这方案就只能摸 说轮着养 一个人养杀幼 在胡先生的干预下 赡养老父亲 变成了三家轮流 老父亲先到胡先生家里养老 可是让郭女士 没有想到的是 自从把老父亲接来 这个家就不得安宁了 他刚开始说 还可以 有那么一个星期吧 对老人挺好的 我跟我们姑娘说 我说你爷爷来了 我们姑娘跟我说 说小熊表现得怎么样啊 他管他爸爸 一直叫小熊 我跟我们姑娘说 我说好像你爸爸 有点人味 可是过了也就有一个星期 他就对我们老爷子 就不是这么回事 他也管他 可是有样子 他管他从直播 他就老蹭蹭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别那么蹭蹭 我说他都八十了 他还能活几个八十 必定咱们谁都有老实 是吧 比如说老人吃饭嘛 他就会蹭蹭 让他吃快一点 吃东西 这个吃多少 那个吃多少 基本上他给的规定数 可是老爷子有时候 我说老爷子有时候遇见肉 他特别想吃 有时候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啊 就随着老爷子的脸 我说你别那么长 吃肉是怎么着 这很纠结 他这个岁月大 永远也吃肉 吃肉就吃多了 他接手又会劲 不给他吃也不行 给他吃 吃多了也不合适的 不能好好跟老人讲吗 他脑袋有时 他老也会老还要不然不好吃 这不是说想象的这么好吃 比如说这吃饭 说了好多遍 因为他控制不注意 着凉什么的 这一大盆底 跟那个喷雾气似的 都是 我尽是承认 我这承认这个 反正他就是老是吼 老是吼 老是嚷他 什么事都催着他 让他什么快点吧 干净点吧 干七八糟的 因为他干活比较慢 老人在这活多 他自己不就不抓紧 锁几波 他把那情绪全都发在老人身上 我说你别吼他 我对他态度好一点 我就希望他能做到这点 我做的不厚好 是撑他了 但是我这个 吃过他 该做什么吃 能吃一碗半 就给他一碗 绝对没可口的 这个做得很大位 反正他是一边吼的 一边也管 这个我得承认 我吃过得好 连一句老是都不能说了 你可以理解 老弄 谁没有烦的时候 胡先生的意思就是 照顾老人是一个很繁琐的事情 所以难免脾气不好 他希望你能理解 没办法 因为我也照顾了老人 关键他是心不到位 你自己想想 假设你要是老爷子 别人 你姑娘管你说 要那么蹭你 你什么感觉 你别说你 怎么着炸乌了 心不到位 郭女士对胡先生的解释 一语盖之 两个人为此 没少发生争吵 转眼三个月过去了 老人该去小叔子家了 可是小叔子那边却犯难了 我们小叔子是在老家安徽 那个他大哥跟我们是在那个河北 距离太远 如果老人来回来去 太折腾太受罪 我们小叔子呢 老大不上高中 那个老二不 刚一岁多 他没有时间找 善良的郭女士把老人留在家里 由自家来代替小叔子赡养父亲 就这样 老人在郭女士家又待了三个月 接下来轮到大哥家照顾 谁知大哥家有些推诿的意思 迟迟不肯把老父亲接走 可是我想着 既然那大哥跟那大嫂坐得不到位 就是我可以希望我老公伯 让一些 我也希望我跟他一块 把老爷子伯 养好了 反正我的初衷是这样 因为我伯 曾经在我们家上 我做出好些牺牲 85年 我大姐又意外 高位结他 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饭我都得靠位 我就一直在管他 管到酒吧 都是你照顾的 对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 你是希望胡先生能够 对 我希望就是在赡养老人 多做出点 就是最起码做出点牺牲吧 比如说三月份他不想接 我希望就我老公能同意 我们再养撒药 再养撒药 跟我大哥就换一下时间 我说六月份再接吧 结果我大哥说行 过了两天时间 早晨该吃饭了 他早晨跟我说 凭什么让我养他九个月 说你打算累死我呀 是他跟我急的 我干嘛跟他急呀 我问你现在打一车哈 把老爷子给送到你大哥那儿去 他那马上不演去了 多三个小时没管谁 凭什么就是我的就乖吃 我凭什么呀 他大小便不能自理 谁说大小便不能自理呀 你别瞎吵 大小便不能自理 那是另一个概念 他自己能接手啊 能接手 还接好了还得倒还得刷呀 还得不能自理呀 那不自理呢 那是两个概念好不好啊 管得我不同意 这么老这么我吃我的 对那你不同意 你跟谁发脾气呢 跟老师傅发脾气呢 是他造成的吗 谁老这么吃我 谁不玩的我这个 他发脾气我跟他说 我这么着 我该吃饭吃饭 我老爷子不是在这儿吗 别当老爷子吃饭 早晨还没吃饭呢 我如果该做饭做饭 该怎么过怎么过 我到六月份 我把老爷子送到你大哥那儿 我咱们俩解决咱们俩的问题 这回可以了吧 你跟他闹离婚就是因为 就因为管老爷子这事 你为什么要跟他离婚呢 他都对老人那样 明天我要是病了 他这样说不是更快吗 你是对他有指望的 我当然对他有指望啊 那你说我嫁给他 我要是说将来连沟水都喝不上 我嫁给他干嘛呀 我就想 别管我们俩磕磕磡漫怎么过 那将来老子 最起码他能互相关照一下 我身体本身就不好 结果你说他对他们老爷子这德性 你说那将来对我能好到哪儿 我也想早一点 早一点我赶紧跟他们解放我自己 在我们老人没接过之前 他说的这个离婚的原因是觉得 你对老人这样的态度 他以后老了身体不好指不上你 所以他觉得必须跟你理解 这是他个人的武断 是什么过于武断 在那儿 在那儿 感谢观看